原标题,或引发新核武竞赛,美军领让低档量核武器上潜艇参考消息网4月1日报道,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3月28日报道称,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空军上交3月28日对议员们说,如果美国选择研发低档量核导弹,预计美海军会将这种武器作为水效和温赦力量的一部分。 海腾对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说,如果研发出来,美国的低档量核武器将在新学检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范围之内。 美俄2010年签署的该条约规定,两国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上限。 海腾表示,实际上,我们将从潜艇上创走大档量武器,并向其部署低档量核武。 他还说,我们仍将拥有同样数量的核武器,它们只会让我们的核武档量变小。 但我们认为,减少档量实际上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为是主要对手。 该小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共和党议员迈克尔特纳称,五角大楼领导员和国会议员担心,俄罗斯等国已在研制低档量核武器,已试图获得对美国或受美核保护散保护的盟国的优势。 资料图片,开启24个弹道导弹发射管的美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图片,美军俄亥俄级潜艇发射3XGII弹道导弹。 图片来源于网络报道也指出,并非所有议员都认为,低档量核武器能大大增强美国卫视对手的三位。 一体核打击能力,其担心人发低档量核武器,会导致新的核军备竞赛。 民主党议员苏珊·戴维斯就说,我仍然不相信低档量核武器的价值。 戴维斯的几位同事与他一样对此事怀疑态度,其中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士亚当·史密斯。 史密斯经常批评低档量核武器计划。 2018年9月,他和其他一些参重两院议员,曾试图禁止危险艇研发低档量核武器。 史密斯说,我们不一定为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研制新低档量核武器的要求提供资金。 他的提议危险地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使资金做真正的军事战败,需要中抽走,我们已拥有足以实现我们国家安全目标的核威士力量。 为研发新的低档量核武器提供资金,只会把我们进一步拖入不必要的核军备竞赛,增加误判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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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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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